字幕组 大家好,丁哥丁哥丁哥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字呢 是缩,绳缩,缩曲 缩这个字啊,它的本意呢 就是一个很粗大的绳子 古人把那个粗的,它的绳成为缩 小的,西的那个成为绳子 在教画文里面呢,它的基本构型呢 都是这样子 你看,这是两个手 这个呢,代表一根绳索 一根粗的绳索 这呢,这个工具,在绳子上面 这儿是比较西的绳索 几根绳的绳索,并在一起 就变成一根粗的绳索 你看,这个字呢,更加详细一点 把两根西的绳把它搞起来 变成一根粗的绳 我小时候就跟我父亲一起做过这样的绳 有一根绳索 一个人才一头油 还有一个人才另外一头油 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在中间 拿到一个绳索 拿到这个绳子呢,慢慢慢慢移构的 使它变得均匀 所以缩这个字,就是古代 用草的金,或者是草的盐 把它加工 用细的绳,变成粗的绳 叫缩,它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呢,我就把这个字啊,它不同的写法 要引识和大家一起分享 加工人里面的写法 我选了四款 这个粗大的部分呢,是表示 制造绳的绳 它需要拖到某一个环上 这是固定的地方 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叫这个绳索 这是细的绳 几根并在一起,变成粗的绳 这呢,就是 表示,手 在制造这个绳子 把几根细绳,并在一起 变成粗的绳子 这就是成为硕 还有一块呢,就是很形象 就是刚才我们时候看到的呢 把两个搞在一起 把两根细绳,搞在一起 并在一根粗的 这个旁边呢,是 这个字表示手啊,不是代表工具 这个也是表示手 两个手,把这个绳搞起来 第三个写方呢,它才是这样 你看这个绳,这个轻轻爽爽的 两个绳,搞了,变成一根绳 这两面呢,表示手 都是很轻爽的 把两个绳绳,抽了可以变成一根大的绳手 这个表示一根绳手 选到这样的四款 不同样的一种写方 在经文里面的写方呢 也基本上是承受教官的 这样的写方 周创左气 它是这样的人 这呢,是两个手 意思就是,这个两个绳,细的绳 搞成一根粗的绳 在周创晚期的绳呢,比较复杂一点 它在底下呢,这儿是写的一个绳索 上面呢,是绳索的工具 这一地方呢,这又是写的两个绳 这是绳索的工具 这个地方呢,固定出来 这个地方好有油的 这个手后点油的 这是周创晚期的写法 在整个时期呢,还有一块写法 它写的这样 这个地方也是写的一个绳索 这个很夸张 这个手写的这么长 这是占国时期的一款写法 就是说中期 就是说晚期 占国 不同时期的不同写法 这个字在小专的写写呢 它写在这样 这个旁边呢,写的这样 这是小专的写法 这个直接捏住里面 变了 它变成这样 赵孟福 写成这样一个字 一些汉地里面 我每日找到这个字 在开数呢 就是由这个字 引编过来的 开数就像这样 说就是处绳子 细绳子叫绳 处的绳子叫做术 术跟解枝里面 术超有景业 可以作为神手 充施 这个第三个是 好,今天我们就把这个 说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